長春盛化古蹟資源公深主辦的細說金色月樂樂器廣作 我們今天請到李敬慈小姐 她們應該可以介紹她們 其實我認識李敬慈小姐 就是我們邀請她的樂團一場樂部 來我們的中心做表演 我們今天很高興邀請她們來 幫我們講一講熱樂的法治 或者以前的背景 我們可以給少許掌聲 大家好 我是李敬慈 多謝阿楠和小姐的介紹 之前兩次和長春社文化教育 現中心合作作為組織 今早就很悠閒 今次就有機遇的東西 多謝阿楠和小姐的機遇 今天這個題目 是細說金色月樂樂器 看一個題目就好像講歷史一樣 其實不只是講歷史 今天是邀請大家 要打開耳朵去很仔細地去聽一些樂器 不同的組合的分別 或者樂器轉了少許 例如兩條線 轉了第二個音 玩出來有什麼不同 就需要大家打開耳朵 就不只是說 以前是怎樣 今天是音樂 其實聽樂器這件事 今天都想帶出一個訊息 就是這個是一個人人都可以聽到的東西 不是很專門的音樂 當然如果是看樂器 或者真的專門去讀音樂 音樂幕面 當然這個會訓練得 一進行就要訓練聽什麼樂器 聽什麼音樂 聽什麼音樂 甚至就要聽 一聽那個聲 就是哪個來的 這個 當然這個更加仔細 但是基本來說 這個樂器聲 這個是人類的聽覺都可以聽得到的 就好像 其實好像美國那樣的 食那一碟菜 這個煮的那個煮的 其實我們分得到的 那樣東西是隔夜的 是蒸的 還是新鮮出爐的 這個其實我們人的味覺 是很仔細的 不能分得到的 我今天應該都經常會用這個食物來做這個表演的了 那開始之前呢 我就介紹一下自己先 我是李敬慈 我小時候是 忽然之間就喜歡聽樂曲 聽樂曲 是忽然之間的 為什麼說忽然之間呢 因為 家裡其實沒有聽樂曲的習慣 沒有看大戲的習慣 而我生長的年代都是 電視都是 或者在街上都是聽樂曲 樂德華 那個四大天王那些 多些 其實是一個很忽然的機會 那一會兒我會再講的 那於是後來我就去學唱樂曲 學一下做大戲 那都是 學不成 基本上 雖然很喜歡 每個星期都學 那 後來就 稍為叫做學得成的一件事 就是彈古增 叫做學得成 那 就 入了這個演藝學院音樂學院那裏 專攻樂增 差不多同時其學的古增 那 樂曲又樂曲學的大戲 彈古增 那兩件事沒有關係 直到我 這個 在演藝學院畢業之後 那我就終於有機會 就用古增來伴奏樂曲 伴奏藍音 那我這兩個興趣 終於就有關係 可以一嘗這個 表演樂曲的心願 不過就是 連在台邊 或是在樂池 那最高是伴藍音 因為古增 因為古增 是藍音的主要樂器 而樂曲都不是整個音樂 那今天呢 不再講究竟 我這個樂器和樂曲的關係是怎樣呢 就是這樣 那我是讀音樂的 我在演藝學院 到我後來是在這個中文大學的音樂 就是讀這個音樂的寫字 那寫論文呢 都是跟我今天的關係 都是跟我今天的關係 都是想早期的 那但是其實 我呢 最喜歡呢 就不是玩音樂 都不是聽音樂 我那個 叫做 三分鐘熱度 可以說 我聽一會兒就夠了 不能再聽 玩一會兒就累了 又不想玩了 那我最喜歡做什麼呢 其實我最喜歡是 研究音樂 讀關於音樂的書 這個才是我最大的興趣 所以就 今天就很開心 有機會在這裏講話 平時都是玩比較多些 那我過去呢 曾經辦過一個 講唱樂會 或者也介紹一點點 因為跟今天講話有少少關係 可能在在有些都有參加過的 那 之前呢 有辦過一個 叫做 有辦過一個叫 文初月學探秘的講唱樂會 這個我自己定給我自己做的一個 有一個研究的題目 文初月學探秘 那就是講文初月學 今天其實最會追溯到最早 都是追溯到文初那個時間 那 那 這個講唱樂會 就是有些示範 有些講話 那樣 不過今天呢 環境更加好 大家可以更加近距離 這樣聽到音樂器 那 而且有時候可以 玩多一兩次 大家可以仔細一點 這樣就聽到 好了 那開始聽音樂之前呢 就要聽我 吐一下苦水 先 平時樂師呢 就沒有機會講話 不喜歡講話 或者 講兩句 啊 我們要開始玩了 我講的最主要是 語曲 大戲 不知各位有沒有參加過 音樂曲 唱曲 那 那個樂師的 講話的時間 就是在 一支菊 和第二支菊 中間的太菊 那一分鐘至兩分鐘左右 那就是在那些時間 吹一下水 那一打開羅鼓 就全部收聲了 那 剛才講的什麼都不記得了 那 等到下一支菊 又再講其他事情 對啦 永遠都沒有辦法 變成一個討論的表情 就很快一點講完 那 那今天呢 就要掃一下苦水 我寫下了 因為這些 平時沒有什麼機會講完 好了 第一個 我是玩古針的啦 給大家看看我看 這個是我 和我的古針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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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走這個古針呢 就是 最近的照片 不是很久的 那這個古針大概一米 這樣 就來到我這裡 小一點的 那在普通人的印象中 啊 你這部是不是迷你針啊 啊 方便攜帶 小一點 啊 不要那麼重 這樣 可能說 啊 你這個針 是不是小聲一點的 啊 我們這次的表演很大的 你帶個大針 我們這次沒有什麼位置 你帶個小針 那不知為什麼呢 就很多時候 就用樂器的大小 來衡量它的質量 那這些 你就是有少少有苦說不清的價值 這個針 其實是 叫做 可以說 如果用錢來說 就是貴的大針 很難用得翻 就沒什麼人做 而且那個音色是不同的 一會兒我都會聽到少少的 那它是用這個 鋼支線 就是平時 一般人印象中 想的針 是有些 綠色線 有些白色線 是微綠線 這樣去做 其實根本就是 兩件樂器 言白來說 彈上的手感 以及技巧 都是不一樣的 如果一直都是彈 那種大那種 就是所謂標準的針 再彈這種 好像不懂彈的 其實是兩種樂器 那有時就會跟別人說 這個 人家說 你這部迷你 那不是 這個是另一種 不是迷你 它比較適合 夾熱曲 夾南音 那樣 我 我 是否 不過那些音就少些 始終最後也會有這樣的 評價 其實綠色線 不用那麼多音 而且它不需要那麼低音 它不是彈那些曲目 你講完講它 都講不到它 最後還是覺得你都是懶惰 不想大到大的 那沒辦法 通常就說 這次要大到大 就大到大 它都是同時想去評價你的針 那你說 其實我就 除了今天之外 都沒有機會講 基本上是 好了 這個是我的身世經歷 另外一個故事 又是關於樂器 那是我聽 聽朋友講的 那就是 都是在語曲唱局裡面發生的 那這個語曲唱局 通常是怎樣的呢 那個擺位的方法 就跟現在差不多 我就是唱的 那學師就坐在前面 大家打對話這樣唱 平時就 就跟演出有些 演出可能是 我就是這樣站著唱 那學師就在後面 那話說 就這位朋友 就 有一位老師就 就請了一位朋友去做頭駕 什麼叫頭駕呢 就是要拉高駛的 就是基本上是領袖 就是領袖 在領袖裡面就可以 話事的 那就是 就請了他去做頭駕 那就是 那在語曲裡面呢 以前就是 這個語曲 就有這樣的語音會發生 語曲就 又橫語曲 那另外一種 我們廣東的曲藝 就是藍音 那就是藍音 就橫藍音 就 講故事 說唱的都用 語曲是曲藝 那是另一種 去美理一體的 講故事 有時候可能是 真是欣賞音樂的 一陣語曲 那後來呢 那後來呢 那些粵曲有中版、有盲版 弄了兩句藍音 段藍音都未唱完 又轉了盲版 轉了第二種 那對頭架的影響是甚麼呢 唱的當然會影響 唱兩句你繼續唱 轉未轉得更 頭架就需要換樂器 那譬如他玩這個 普通的粵曲的時候 他可能會用高弧 或者用異演 或者有些用異弧 這樣就視乎那支曲 但去到藍音的時候 通常會轉一個爺鼓 轉爺鼓的 那些聲音就小聲一點 基本上就小聲一點 音色一點點 那去到這個粵曲的時候 這一首粵曲一派下來 有時你知道那是甚麼曲 有時煮過來就吃 給它掀開一下 很多時候才知道是甚麼 那當然有經驗去投價 或者有時那些藍音 我剛才說了 只有兩句 那在那個粵曲裡面 有很多其他樂曲 有些中語 有些人 那些 藍音的操作 很小聲一點 很多樂器都會停 不玩 那這位投價的決定 因為我初來報到 剛剛坐下這個錄 那他本身拿著高弧的 那他剛剛就說 來到藍音 那我就不玩 那就靜點 符合藍音的音色 背後呢 竟然讓我聽得回 那就有人跟我講 那天唱歌的人 跟他講 我頭大那個藍音不玩 偷懶的是 即是 不太好 他帶著好彪 即是覺得他偷懶 即是他一個美學的考慮 竟然最後被人說 你偷懶這些 你講話講不去 你怎樣解釋呢 他都是說你懶的 你不懶就懶 那就是這樣 那所以這個 這些五位呢 就是源於大家 對於音樂的要求 或者對於音樂的要求 要擺 那 就 精神發生了 還有一個情況 就發生在整個樂曲界 整個大戲的行業那裡 這個情況 通常有一場演出呢 就是這樣 啊 我們今天這個演出呢 是大型製作來的 那你找十個樂師來吧 那就找十個樂師 找十個 抽夠十個 接著第二場 我們今天這個演出呢 小本經營 你找五個樂師來吧 不知何時開始這個樂隊的大戲 跟那個演出的那個質素 是變了一個關係 即是十個就好些 五個就差些 這個不是一個月曲的 即是月曲的樂隊 其實不是說越大力 即是不同話 本而樂隊 你三十人或六十人 那當然是 即是六十人才做到那種 交給我 但是我們玩曲藝啊 玩耀夫來講 不是說十件 多於五件多 十件是什麽才可以 五件是什麽才可以 所以這一種 就這樣的風氣呢 其實今天 掃了這麽多苦呢 希望大家聽完今天的講座 再聽到類似的說話 或者類似情況呢 可以糾正下這些謀言 糾正下這些意外 那其實 所謂這個我們講的音樂 其實是禮樂的一部分 那我們經常說 現在禮崩樂懷 其實這些東西 不可以有它是一個笑話 那存在 因為這樣久而久之 那其實就 整個音樂啊 整個我們的文化 但是不會崩潰這樣下去 再是這樣 會有背後笑 做有夠做呢 那這樣影響會很大 那所以就 今天就 希望大家可以 可以 希望過了今天 可以 有機會 就 糾正下這種風氣 一傳十四傳爆呢 所以就糾正了 好了 那 就 為什麽我忽然間 喜歡聽音樂呢 就是 錯有錯著 聽過一支曲 聽到什麽曲呢 聽到什麽曲呢 聽到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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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歌 聽到什麽 是 另一支 just 有一支 等一支 那 畢 cuz 我因為聽這支樂曲,所以忽然不願意樂曲 剛才音樂就是這樣,播了一次就一瞬即逝 這支樂曲相信很多位都很熟悉,可以跟著唱 各位有沒有留意用了什麼楽器? 音樂器大約多大、多小,不知道有沒有留意 當然,我們很多時候聽曲會把重點放在場底 那個音樂樂器可能會變成一個在配合的模擬 剛才各位有聽到大概的音樂器 大家可以自己心中有數 我一會兒會開始故意,一會兒會開始 為什麼我說錯有錯著聽這支樂曲,所以喜歡呢? 因為當我一邊去讀音樂,一邊去研究音樂的時候 我找不到一些律師的方法 發現原來音樂樂器不存在 但我是從這方面去研究 所以我稱之為一個錯話 我們再聽一下 是啊,我們在聽一邊去研究音樂 在聽一邊去研究音樂 都會有像? 我們能做得出一顏 可以跟著用心 同一支曲,有很明顯的分別 就算你認到什麼樂器,起碼分別是很明顯的 一個很明顯就是多點樂器,一個少點樂器 剛才這個一開始,其實是兩件樂器 兩件是哪兩件呢? 有增,不過它似乎不是這種增 另一件是什麼呢?就是琵琶 一開始是增加琵琶,然後開始音色 後來好像鹹魚一樣,多了一些樂器 鹹魚的聲音,多了一個大搖 接著再到一個人窗的時候,又多了一個鼻子 又多了一點敲擊,又不同了 我們又再來聽聽一個音色 還要請假的,可以點燃嗎? 好,謝謝 我可以說,可以把聲音樂 好,可以嗎? 好,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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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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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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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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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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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